大家好,我是一球 商店里还是有很多促销卡包的 整天也出过限量促销 一甲的赛季最佳 代替法甲加着到卡包里 不错的像这张来奥 而且提升了花式 现在是无星了 迪巴拉暂时也没有卡 也是五花四逆 还有就是非常贵的 非常版本的米兰的左边后卫 赫尔南德兹 替补齐里还有四张卡 布罗佐维奇稍微贵一点 三花四逆 配合一甲赛季最佳 出的全员任务 先来看这张洛佩兹 有效期是七天 比赛环境是Rival或者Squad Battle 91的一个中场 四花三逆 一切顺利的话 需要八场比赛 而且最后这个任务 还会给一个活动代币 今天一共放了三个 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球员任务 是国际米兰的前锋 马丁内兹 有效期也是七天 比赛环境是新出的一个 线上有一赛 双四星 一切顺利的话 也要十场比赛 赢下四场 会给一个活动代币 今天的第二个 再来就是周任伟更新了 童银金一次解锁 赛季快结束了 任务都放到里程碑底下了 还有一个一甲的碑赛 三胜里面也有一个活动代币 这个任务和上周 伐甲的任务 基本上很像 只不过换成了一甲 也是先进球的获胜 依然每天最多 只能入场五次 最后是需要21胜 除了凯西的闪回 成本在28万左右吧 93的一个后腰 双四星 183的身高主眼 右脚高高的心态 身体模型是平均 速度89 控球来到了92 什么力量96 防守93 耐力99 强壮侵略都有94 Inception说这张卡是非常非常版本的 非常好的一个后腰 虽然国际不怎么样 但是连线其实还是很多的 比如威斯敏安的 左边后卫 荷兰德兹这类的 也是非常版本的卡嘛 反正能放到手法里就做 还有西甲 玉醉加 慕里奇 一个高前锋 86的数值 成本要小2万 双三星 194的身高 错不错的 无所谓吧 今天还有一个挑战SBC 70的总评85的化学 奖励一个不可交易的金卡全员包 里面有三个闪金 接下来24小时还会有限时挑战SBC 第一个要求也很低 70的总评85的化学 奖励一个闪金包 但是里面只有三个球员 好了 又是以上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节目再见 拜拜